这对夫妻真是惨 本以为怀的是对双胞胎 没想到生下来才发现 竟然是连体女婴 共用一个大脑 如果做手术分开 最好的结果就是一个活下来 一个变成白痴 可惜主导的张医生还是高估了成功率 只有一个女婴活得下来 母亲十分难过 将活下来的取名为宝儿 叙事的取名为贝儿 可是随着宝儿的长大 怪事就越来越多了 宝儿会自己爬上墙 也会离奇地冲向马路 终于母亲发现 原来是贝儿嫉妒宝儿变成了恶鬼 为了保护宝儿 母亲只能选择将她送到了加拿大留学 自己留在香港陪着贝儿 一晃过了十几年 宝儿大学毕业 想要回香港给父母一个惊喜 一同回来的还有正在追求她的同学米高 可是回家后父亲很高兴 母亲却一点没有惊喜 反而受到了惊吓 我去倒茶 让我去倒嘛 你陪女儿 你现在念大学了 已经毕业了 宝儿并不知道母亲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可是回我准备睡觉的时候 却发现贝儿正在她的床上玩求救 贝儿当然也看到了宝儿 只是这时父亲过来看女儿 打开灯后 贝儿已经不见了 那她去哪了呢 当然是去找妈妈了 说为什么要让姐姐住我的房间 我非常的不喜欢她 这下妈妈知道 要出幺蛾子了 而当晚宝儿也做起了噩梦 梦到自己无缘无故被送进了手术室 第二天 当年做手术的张医生找上了门 原来这些年她一直惦记着宝儿 之前没事还会去加拿大看望宝儿 所以这次宝儿回国 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张医生 正在二人寒暄的时候 宝儿说自己昨晚做了噩梦 今天就开始头疼了 于是张医生介绍宝儿 去找自己做精神科医生的外甥检查一下 不过母亲却知道这根本不是病 还把当年闹鬼的事情全部告诉了张医生 可是人家却当他是神经病 根本不相信 而宝儿在米高的陪同下去了精神科看病 张医生的外甥叫做潘子琴 他长得斯文帅气 搞得宝儿根本没有心思看病 满脑子都是谈恋爱 而在外面的米高也遇到了一个女病人 不停地在给他挤眉弄颜 这时宝儿看完了病 刚出来就看到了这个女人 没想到二人还是发小 一见面就抱在了一起 还留下了联系方式 其实这个女人也没有病 就是一个花痴 她的名字叫做温迪 最近呢看上了潘医生 没事就来医院骚扰人家 说自己的胸口好闷需要按摩 可是这个潘医生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 一直不上钩 而宝儿不是也看上了潘医生 一出院就找事要甩掉米高 我再说一次 我们之间只过是朋友 别看他现在脸这么黑 一转身看到了潘医生 那股骚劲又上来了 潘医生 你走了 之后还主动要人家潘医生 骑着摩托车送自己回家 米高很失落 刚走几步却遇上了温迪 这两个甜狗也有点想开了 既然爱的人都不爱自己 不如相互舔吧 晚上宝儿回到了家 说想要一直留在香港 父亲不知道真相 马上欣然同意 不过母亲却要他赶快回加拿大 宝儿以为母亲是不爱自己了 生气地跑回了房间 不成想刚洗个澡准备睡觉 却发现床上有个皮球 而这时 窗外传来了女孩的叫声 宝儿没有多想就关上了窗户 可是再一转身 皮球又不见了 第二天更奇怪了 宝儿准备带着潘医生回家见父母 正好遇上了二人准备出门 还说不清要去哪里 你们去哪儿 我们时间差不多了 拜拜 拜拜 宝儿觉得父母很奇怪 就和潘医生一直跟踪着他们 没想到去跟到了墓地 宝儿冲上去就问你们在祭拜什么人 父亲随便编了个瞎话 说你之前还有一个妹妹 是你妹妹 脑膜淹死的 到了晚上 贝儿来到了宝儿的床边 看着她可以使用化妆品 还可以长大成人谈恋爱 那是越看越不爽 于是把自己变成了宝儿的模样 还有了一个大胆的强法 我恨死她 我要她自己走上天台跳下来 母亲听到这番话 带着老公就冲向了天台 这时宝儿竟站在了天台的边缘 父亲本来想要救她 只不过不小心绊了一脚 反而把宝儿推了下去 不过幸好他们家楼层不高 送到医院后经过检查也没有什么大事 在这里休息几天就可以了 不过在当天晚上 贝儿又来到了医院 还告诉宝儿 我要让你也知道死的不值得滋味 幸好这时 在医院陪床的母亲听到了动静 联盟打开了灯抱住了宝儿 与此同时 潘医生在医院找到了当年宝儿的档案 得知了所有的真相 第二天就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宝儿 这下宝儿终于明白 为什么妹妹要害自己 不过潘医生却认为 宝儿是因为当年做手术留下了创伤 现在看到的都是幻觉 而现在母亲的情况是越来越糟 父亲和张医生都以为她犯了神经病 想要带她去医院检查 不过母亲的态度十分强硬 还咬了张医生一口 父亲一时心机给了她一巴掌 贝儿看到这一幕当然很生气了 于是就在二人送母亲去医院的路上 拿着皮球砸烂了车窗 导致汽车发生了车祸 父亲和张医生都当场死亡 只有母亲活了下来被送到了医院 现在的宝儿害怕极了 米高和温迪出于好心去家里陪她 而这时潘医生打了通电话 把宝儿约了出去 想要告诉她车祸只不过是意外 根本的闹鬼没有关系 宝儿一看这个男人这么不相信自己 也就没有什么再说下去的必要了 与此同时 在宝儿家中的米高和温迪 一不小心擦枪走火 竟然控制不住自己开始深入交流了 没想到贝儿也在这里 她哪见过这事啊 于是好奇地跟着学了起来 没过一会儿宝儿回到了家 也看到了这一幕 现场的叫一个极度尴尬 到了深夜 米高尴尬得也睡不着觉 于是就想着去厨房喝瓶啤酒 没想到这时 她却遇上了欲火难耐的贝儿 贝儿直接脱掉她的衣服实战了起来 完事之后还上了米高的身 腰用枕头无死宝儿 幸好这一幕被温迪看到 她拿起花瓶就砸响了米高 不过反被米高推出了窗外 之后米高又开始攻击宝儿 温迪为了救人 拿起了一旁的耙子就打在了米高的头上 送她上了西天 宝儿一看出了人病马上想要报警 不过温迪却不同意 反而打电话要向潘医生求助 不过潘医生却一直没接电话 原来贝儿又找上了她 可能是因为刚刚没有过瘾 宝儿直接把潘医生拖进了房 准备再练一下刚刚学会的技能 就在这时 宝儿和温迪也来到了潘医生的家 他们发现大门并没有锁 而屋内也十分的混乱 原来就在此时 贝儿又上了潘医生的身 他拿着毛巾就准备了一丝宝儿 温迪为了救人 骑在了潘医生的头上抓住了她的头发 潘医生随手就抄起了一把刀 对着温迪一阵胡砍 当场要有她的小命 等到宝儿赶过来的时候 贝儿竟离开了这里 原来她又去找母亲了 说张医生和父亲都不好玩 这次要让妈妈下来陪她 等到潘医生清醒后 终于相信的是在闹鬼 于是就跟宝儿商量要一起出国 宝儿马上赶到了医院 要带着母亲一起走 不过母亲并不同意 宝儿说你不走我也不走 我们就留下来一起死吧 母亲无奈也只能答应一起出国 宝儿马上回家收拾东西 可是母亲却来到了浴室 她封死了门窗 点燃了天然气吹灭了火焰 然后又喊来了贝儿 准备搞一场小爆炸 跟贝儿痛过欲尽 宝儿听到了爆炸声 马上冲进了浴室 原来母亲根本没有打算走 为的就是救宝儿一命 此时的潘医生已经买好了机票 等了半天终于等到了宝儿 可是就在这时 她的身后又出现了一个宝儿 这下潘医生也分不清楚 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于是抄起了旁边的拐杖 对着晚来的宝儿就砸了下去 在砸了不知道多少下之后 宝儿终于被砸得 逃破血流倒在了地上 潘医生又看见了另外一个宝儿 正在得意地对着自己笑 那不用菜也知道 潘医生是砸了错人了 故事到这就结束了 本片名为连体上云1984年 作为一部邵氏鬼片 豆瓣平分却只有5.8 其实本片的故事是很有噱头的 而且朱远也是帅哥美女 又刚演过小龙女的陈玉莲 还没有成为薄维考的汤振宗 李汉强的女儿李电郎 可惜派着派着又成了老套的女鬼复仇 而且呢强行加入了三段激情戏 让我这样的正伦君子看得很不过瘾 呸是很不舒服 而且本片的结局更惨 基本上是团灭了 只留下了潘医生一人 不知道贝儿是不是看上了 她准备留下暖床 好了本期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小弟讲的还可以 就去长安点赞 关注一下那是更好 谢谢收看正说电影 我们有缘再见